推著破舊小推車穿梭在台北市林森北路 他是附近酒客都很熟悉的口香糖阿伯 過去每天從晚上11點賣到隔天早上8點 能賺1000元以上 但受疫情衝擊每天能賺250元就不錯了 但接連林森北路酒店遭封閉 錢櫃又遇大火停業 聲音更慘的阿伯 決定前往區公所申請紓困金 確實困難重重 我從禮拜三跟禮拜四一直辦 辦到禮拜四中午4點半才回家 跑了兩三趟去公所 還是拿不到紓困金 阿伯氣得將一疊疊申辦的資料秀出來 說自己做小生意沒有僱主 也沒有收入證明 區公所人員卻堅持要他舉證 真的有在賣口香糖的證據 為了要證明 對啊 所以他們叫我要證明 我都拿給他 我都沒有隔天 我就他馬上講 我就馬上去辦 現在是電腦的電話 這邊是全家的電話 叫我拿那個補貨的東西 就不是證明了 無奈之下 只能拿一張白紙泡片 曾經批貨的店家 要店家簽名當證人 更將購買貨的發票 都整理起來 而將來會遇到申辦困難的 恐怕還大有人在 看看行政院規定 想拿著一萬塊申請人 除了得準備身份證件 存折或內業銀本之外 還得附上受疫情影響的證明 到區公所填寫申請書 才有機會被審核 但問題是賣玉蘭花 舉廣告牌 彈粉等等 低薪自營業者 根本沒有僱主 怎麼證明 我不會啊 這樣不然你不要嚇 就很麻煩 你不想問 怎麼也不會啊 怎麼證明 不然就是像你們這樣 來把他照相 給他記去這樣 不然要怎麼證明 對子衛福部趕緊補破網 說如果邊緣勞工沒有相關證明 可以簽竊結書 自述生活狀況 但車謊被查出 就得負法律責任 這程序 往哪裏看不到